财政部长舒建荣走出会场 长达两小时的国安基金令会终于结束 虽然台股跌幅深 但基本面稳健确定暂时不进场 所以这个会经济因素影响的部分 目前还没有相比较重大的 显著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密切的观察 股会大逃杀 国安基金这个大将军 究竟要不要上场 目前额度达5000亿元 过去护盘额度从未突破2000亿 显示资金量人充足 国安基金是有委员会来做决议 而且是采共事局 几点几点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考量重点 而是说整个股市的状况 国内外重大事件等等这些 造成细心崩盘的这种状况 摊开了一年 国安基金进场呼盘进入2000年 3月政党轮替投入542亿元 10月又因酝酿罢免总统 投下1227亿元 2008年金融风暴 和2001年欧债危机都不进场 最近一次则是2015年 全球股市重挫 让台股月线连三黑 这回时机到了吗 有没有意志 要动用国安基金来护盘 我们目前没有既定的立场 我们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大家有提会讨论 请问台股失序没有 这个由国安基金委员 他们会判断是不是失序 介于厚望 因为看看过去六次 互盘成效宣告入市后 一周台股表现都呈现 正成长2000年 甚至回升到9.8% 就连2008年金融海啸 都能回7.4% 但宣告互盘后 三个月的报酬率 则为-18.2%到15.9%之间 中长期成效有限 市场技术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市场总是会有 因为它是有一个市场的规则 那我们看的是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市场的状况 不过过去共同条件 是国内外系统性风险发生 或是台股最大跌幅 打2到4成 也难怪下午4点的例会 开了一个多小时都还没有 结果会不会给台股救命单 市场高度瞩目 东森财经新闻 刘培锡和坤源 台北侧能报道